来 喝喝 妈 你这个手一见脏 嘿嘿嘿 喝喝喝 来 好吃吧 嗯 嗯 鲜点好了 嗯 妈 老公 我回来了 媳妇 别来啦 乖 媳妇 过来坐好吃饭 好 妈 今天做得太挺喝瘦了 还行吧 你也不看是谁做的 那我开动了 拜拜 儿媳妇 你等一下 怎么了 妈 儿媳妇 你也知道哈 你和小虎啊 刚结婚 嗯 让你们吧 车贷呀 早贷呀 是什么的 余生贷款吧 你们也是有怀 是不是 嗯 妈呢 就想了一个办法 这以后啊 你们回家来吃饭 你们又要付钱 嗯 就和你们去办店吃饭 一样 什么 来吧 这个呢 是价格 你们看一下 哎 哎 来 来 你们两个东西 回家 哎呦 妈 这这这仨菜一百块钱啊 你怎么能这样了嘛 你要这样的话 我们还不如出去吃呢 你这比外面还贵呢 哎呀 儿子 你出去吃多不卫生啊 再说了 妈 攒的这个钱 为了谁啊 还不都是为了你们 还房贷车贷吗 哎呦 哎呦 我这这这这这 我不想和你吵了嘛 行 你们吃吧 我不吃了 哎 小花 小花 哎 你是孩子 喂喂啊 啊 你说妈说的对吧 呃 行行 妈 我是真饿了 我花钱 还不行吗 来来来 来 这一百块钱 呀 妈 你说 咱这个菜这么贵 咱先不说了 喂不卫生也不说了 你说咱 之间连最基础的信任都没有了吗 你有必要验验这个钱的真假吗 哎呀 行了行了 你快吃吧 你不是刚才说饿了吗 快吃吧 别废话了 呃 妈呢 还有点事 我就先出去了 啊 老公 嗯 你说咱们这样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 哎 那过分确实是挺过分的 那你说咱俩能咋整啊 老公 你知不知道 我回家吃一次饭要一百块钱 我就下小饭馆 我也不用这么多钱啊 我买个泡面才四块钱呢 哎 好了好了好了啊 媳妇 那 咱妈这样做不也是为咱俩好吗 是不是 为咱俩能攒些点钱 以后啊 咱俩用到钱的地方多着呢 先忍忍吧 啊 那那你打算怎么办啊 你你那边还有钱吗 你还能回来吃几次饭 哎 你也不是不知道媳妇 每个月我一发工资 你和妈先把我搜刮一遍 我这还有钱呢 我这上哪有钱去我 那老公 那咱今天晚上饭怎么办 嗯 没事媳妇 我那个到时候我和大伟他们说一声 那个今天晚上去他家吃去 那还行 不过那明天呢 是得想个办法啊 哎老公 我有个主意 你有什么办法 当然是好办法啦 我跟你说哈 从明天开始 家里 但凡是我买的东西 我也开始出租收费 这有啥意思啊 那你想啊 那个洗衣机是我买的吧 用一次啊 50 啊对 那个空调也是我买的 开一次啊 也50块钱啊 对了 特别是电视啊 咱妈不是最爱拍电视嘛 啊 收费一次100 嗯 还有车子 买车子的时候 是我付的首付 他要是用车子呢 每次收费200块钱的燃油费 不是 媳妇啊 你这是不是有点太狠了 哪里狠了 我跟你说啊 妈不是最想抱大孙子吗 她不掏出个几万块钱来 她就甭想 这还是你狠啊 行就这么着了啊 这最毒不过富人心啊 二十分啊 来 喝杯水 二十分啊 你看 我们那个 医治啊 就取消了吧 我们家那个洗衣机啊 以后不用啊 呃 就不用了 妈呀 可以用手洗衣服 那个空调嘛 也行 也不用开了 夏天啊 妈可以开窗 冬天呢 妈可以多穿几件衣服 嗯 至于这个电视嘛 不看就不看了 嗯 出门嘛 坐车 哎 妈呀呢 挤公交 可是 我这个大孙子 她不能等啊 儿媳妇 你看 妈以后啊 给你挡好吃的 都不收费了 行不行 什么费我也不修了 你看行不行啊 儿媳妇 不是 不是 我大孙子 再都不能等 你考虑考虑行 快行不行啊